2 3 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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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3 4 5 3 5 5 隨著七夕情人節的逼近 每對情人都如火如荼的計畫慶祝 看著每對甜蜜的情侶 孤單的你是否有種心酸的感覺 今天康熙來了 要邀請國光異校的師生 為觀眾訴說傷心情人節的故事 不管你是否孤單 或是身邊已經有了心愛的另一半 你都絕對不能錯過這一集唷 現在馬戲團的尋秀師的那個 尋秀台已經進來了 尋秀師徐希致小姐 現在要叫我們的獅子上場對不對 今天為大家從西伯利亞運來一隻 就是 獅跟虎蕉配合型的小品種 尋秀師徐 尋秀師徐 上來吧 真的是你啊 本來是尋秀師徐 尋秀師徐 我當尋秀師徐 首先為大家帶來這段是 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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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很壞吧 好 這個舞台呢 是為了讓大家告白愛情史上的悲慘遭遇的 那我們今天是照最無聊的這個程序 開始告白 所以總統上在愛情遭遇到一定是最無聊 就要第一個講對不對 妳說情人節啊 不一定要情人節 妳在愛情遭遇最 都沒有悲慘對不對 她的都還滿悲慘的耶 真的嗎 她兩段觀眾知道的都還 哪兩段 小嫻跟向立文 好明白喔 向立文那個算不算悲慘 就是哭了半年 靠哥 快別這樣 堅強起來 妳很會這個姿勢 對 妳腿很靈活耶 妳腿很靈活耶 所以那個不算悲慘嗎 哭半年 其實悲慘的故事 講十遍以後已經變得不太悲慘 好啦 剛才我再問一個很老套的 是跟小嫻分之後比較慘 還是跟向立文分比較慘 都滿慘的 哪一個你比較痛苦 都很痛苦 當妳認真過 那種痛都是一樣 所以她需要上去講嗎 講一個看海的事情好了嗎 看海的事情 我會給妳燈光跟音樂 請妳拿出一點演員的感情來 是從新疆鏡頭的老牛 看似浪子的土中康 其實是個感情豐富的痴情漢 接下來她的故事 就要展現她浪子面具下的專情執著 還在高三升高四的那一年 那個時候我們的國家 還在戒嚴時期 男孩子都不能出國 然後我就很悲慘的 看著我那個時候的女朋友 去日本發展 你知道台北有一個航線 往日本的是從淡水那邊飛出去 在情人節那一天 我不知道對著那個飛過去的飛機 講了幾次我好想去 好想去 但是我只能看著大海 默默的流淚 怨恨的旁邊的情侶 我希望她們都淹死 這就是我非常的恐懼 好感人啊 還不錯啊 很感人耶 你剛才說我好想去那邊的時候 我還蠻想哭的 這故事很有畫面耶 周子彎上班 那時候航線都是外面的 對 我眼睛看 我都可以看得出來 然後這是新航的 這是華航的 然後這海邊啊 我就會 好想去喔 你都被載我 好可憐喔 然後那時候不是情人節 大家都去海邊玩嗎 對 那時候要出國可能嗎 不可能啦 因為兵役問題嗎 對 不准出國 然後那個女生為什麼 都不管你的感覺 都出國了 因為她們那個時候 是要去表演嗎 所以她後來有回來嗎 有啊 回來的時候我已經去當兵了 後來就沒有複合 沒有 就去當兵 當兵當到一半 我還記得我買一年的時候 一年多啦 當兵買一年多的時候 那時候我二哥要結婚 我很高興啊 我二哥要結婚 然後我一個同學在找我 我就說 我說他也認識我二哥嗎 我說我二哥要結婚 他說對啊對啊 我原事不應該告訴你 我說什麼事啊 你知道那一天 也有一個別人要結婚 我就 一定是他對不對 沒有 沒有 好 其實他也滿靈魂的 剛剛喜歡這個動作 好順喔 結果 是他嗎 真的是他 那有去機場送他嗎 我沒有去 為什麼不去送他 不要去吧 去得很尷尬啊 會哭太慘是不是 也不會一定會流淚的啊 所以你是那種 會跟舊情人複合的人嗎 應該不會吧 就分就算了 分手了以後 就要記得人家的好就夠了 真的要把人家那個什麼 你以前跟他吵架啦 什麼不愉快啊 真的都把他忘了 然後你只要留下來說 哇我以前多愛他啊 那我們以前在一起 多有默契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就好 所以你從來不會分手 就在傳簡訊給他說 什麼你這個臭女人啊 沒眼光什麼 不會感動 就是 只有小刀才會這樣 我才不會 問大刀 小刀是不是全部都給你 沒有 可是我有遇過這種情況 小刀不是得不到你嗎 可是小刀他脾氣很好 他得不到他頂多就說 那種病 你為什麼不愛我 頂多就是這樣 還滿溫和的 所以可能那時候 經歷過日本那件事之後 是不是就再也不敢 做遠距離戀愛 遠距離戀愛 我後來還是 你知道 忍不住還是來了一些 還有嗎 有有有 就另外一個女朋友嘛 她到美國去念書 然後 喔那時候很甜蜜耶 因為 我還要去買什麼 一些女性雜誌有沒有 每個月要去買 寄到美國去給她 很重耶 那怎麼辦呢 要寄啊 然後要寫信啊 比如說今天寄到她的信 晚上就 拿回 起來明天到時候去寄信這樣 然後寄完信就 但他回來 然後看時間到 趕快買雜誌就包好 然後郵局寄到美國去 什麼貼心 然後後來 快過年了吧 我還記得我打電話給她 那時候不能隨便打電話 蛤 也是戒嚴嗎 不是 他那時候住家裡 你打國外你瘋啦 沒辦法殺 然後就用寫信的 然後後來他跟我講說 他過年不能回來 不然回來我想怎麼辦怎麼辦呢 然後我就去接了一部戲 湊了一點錢 繼續給她請 叫她買飛機票回來 真的嗎 走回來 然後咧 想抱在一起啊 應該不是我 然後應該不是這件事 就是說 那愛情的收場是什麼 也是不好的嗎 收場最後還是分開的 不過那個在戀情蠻久的 所以你談戀愛都有抱著 想要跟他結婚的心情嗎 會朝那個路發展 但是基本上來就是說 就不會想說今天 就是不會想說 什麼時候要分開 不會想想 就覺得大概一輩子就這樣 總共的愛情故事都很熱血 就是什麼 對著飛機吶喊啦 或者是接一部戲 為了湊錢幫他買機票 就這種聽起來很 不是啦 因為談戀愛的時候 就是這樣嘛 誰談戀愛的時候會清醒 OK 要是我先來 我說喔 你不回來 那不要回來 你知道嗎 現在已經就是 不想玩那些把戲的事 不是 愛情對我來說現在就覺得 以前愛情佔我生命的 大概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那現在覺得大概 十二十 那麼少 因為你經歷過這麼多以後 你會覺得 愛情就這樣 但是有很多更重要的路線 像什麼 錢 我以前不專心 我以前為了 愛情 為了愛情可以放棄工作機會 不要工 工作幾乎都沒有在想 開業電視啊開 生意不好無所謂 活下去就好 拍戲沒有得拍沒有關係 那現在有沒有很怕 就是 你怎麼這麼不吉祥啊 可以跟他炸開的care這些 這是可以預防的 比如說 你要做一件事情 你就必須要去 蠻專心做 比如說我開業電啊 那你就要想辦法讓它好 對不對 不能放在那邊爛啊 那你就 最近有點生意不好的時候 你馬上叫 不行 你要趕快調整一下 對 剛剛那個故事很棒 真的嗎 還可以喔 你這個人真的感情很豐富 這樣後面弟弟 根本沒有故事可以講 因為 還好啊 他們以為一些不為認知的 可怕的過去 胖子也會有 胖子有喔 胖子有 胖子也在美國很厲害的 真的 他們這幾個都美國長大的 一日兩三個啊 都美國長大的 討厭死了現場一直講英文 聽不懂 沒有 他說別問我沒有啊 你怎麼引操得那麼好啊 ABC的氣質 因為我 本來就會講 然後還會看 只是寫有點差 那輸我還沒有 好 汪依仁的帥氣男友秋成 竟然產遭喜日女友劈腿 包括裡面是親愛照 然後還會遲到 經了大概半個小時 然後我就聽到一句說 喔 你不用擔心我男朋友 我今天已經擺脫叉了 你不用擔心我男朋友 我今天已經擺脫叉了 天啊 聽到這裡 脫中康的反應 竟然是 沒有 你一定要擺脫叉 我好想擺脫叉 我好想擺脫叉 然後是什麼動作 等一下 買了其實已經挑很久 挑很久 然後就擺到這邊 小刀 謝謝 謝謝 想叫我們節目也就情婦了 太無恥了吧 我真的已經男婚女嫁了 你買早餐給我 什麼男婚女嫁 不要亂講 女嫁 那你跟許惠欣呢 沒有 許惠欣會吃我的醋嗎 許惠欣我怎麼會吃你的醋 他跟你發過幾次脾氣 真的鬼打槍我 來 我們先去拜拜好不好 小刀你早餐是買給誰啊當時 誰 你早餐是買給 你說我整個華岡的生涯嗎 對 應該還蠻多的吧 所以你們拿到早餐 就會默默的接下來 沒有 我跟你講 他還會叫我說 你把他當外地耶你 其實會跟他和阿雅order 對啊 你為什麼不仁此一點說 小刀我們一起吃早餐 有吧 以前我們會一起坐在那個桌子 桌子上面那個 不是上面就是圍著桌子聊天啊 大家很甜蜜對不對 師忠誠 其實很難甜蜜 因為好多人 一堆人 他跟阿姊永遠黏在一起 然後還有阿雅佩茨 所以你有做什麼事 打動許惠欣嗎 我打動許惠欣幹嘛 讓他說出你好貼心這句話 沒有這個必要 好硬 他那支窮物你有幫得照顧嗎 那支窮物我還蠻討厭我 我會這樣做 他有在照顧 就是我每次抱他 他會 他撞我手上大便 他撞我手上大便 我後來就 我後來就 我後來就不理他 OK 所以小刀的故事已經講完了嗎 不會吧 你不要這樣剝奪人家走上午餐 請問一下 那個秋成 來 長相斯文帥氣的秋成 擁有絕佳的女人緣 但她的感情路卻不順遂 究竟為何聽她怎麼說 其實我跟這個女生在一起也蠻久了 然後彼此都有一定的信任 都會覺得說 你一定是中心的 然後我一定是中心的 就是有一天在街上 然後她都打電話過來 她打電話過來說 我說欸 喂 她說你在幹嘛 我說沒有啊 我在外面走一走啊 她說喔 我待會要去 待會要去上班 那看晚上怎麼樣 我再打給你好不好 我說好 那你慢慢來 你等下班以後再跟我通電話 她就掛掉了沒事 然後過了十秒鐘 過了十秒鐘 電話又響了 電話響又接起來 而且是 又是同樣的人 也是她打電話過來 我說這麼快就打電話過來幹嘛 我就接 然後就沒有聲音 我就聽 欸 為什麼沒有聲音 我就認真的聽 就把那個聲音調到最大聲 然後就聽到有兩個人的聲音 嗯 背景有兩個人的聲音 一男一女 然後呢 他們都聊得很開心 非常的開心 然後我就聽到女生說 啊 那你今天要帶我去哪裡兜風啊 要去哪裡玩啊 然後甚至還要說 欸 我好久沒有去海邊喔 你要不要帶我去海邊 然後男生就說 好啊 好啊 我們今天就去海邊玩 好高興好高興 我們今天就去海邊玩 然後 在電話另外一面是我女朋友 她在包包裡面手機按到了 然後她不知道 她手機就一直開著 然後我就一直聽 然後我就一直不想相信這件事情 就聽了大概半個小時 然後我就聽到一句說 你不用擔心我男朋友 我今天已經擺過他了 我們今天可以很開心的去玩 天啊 然後我就聽到這一句我就掛了 知道 就 就這樣子 對 好慘喔 非常慘 夠慘 夠慘 這個真的 所以你後來有跟他點錯嗎 有 後來我就沒有 我沒有主動打電話給他 我就等他打給我 後來那天晚一點他就播電話給我 我就說你今天去哪裡啊 我說沒有啊 我去公司啊 我說是嗎 我朋友好像在看到你跟別的男生怎麼樣 喔沒有啊 那是Gay啦 他帶我去 他是順路帶我去上班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他的理由就是說那個男的是Gay 這是在美國發生事啊 在台灣 OK 後來就因為這件事分手嗎 沒有分手 所以你就忍著氣然後繼續跟他在一起 沒有我當然很生氣 可是他就一直變說 那個男的是同性 不可能我們是好姐妹 因為你知道女生有時候跟同性戀 對 都是這樣 什麼話都講 然後講話就好像很close那樣子 對 可是你不相信 對啊 我是 就是心裡會 雖然你沒有實際的證據 但是 還是會不舒服嘛 所以當你聽到他說 我今天把我男朋友已經擺脫的時候 你當時是 你會 就 你會對那個電話大吼嗎 說 就不然你現在撥通了 就 就像康哥哥那樣 就擺那個人的姿勢啊 被講擺脫 就心情會整個這樣子 整個垮下 好慘 所以現在跟王藝人甜不甜蜜 現在還OK啦 還不錯 雖然工作比較忙 但是感性還不錯 所以 會怕劈腿嗎 他 他 他應該蠻多人追求吧 但是 還好啦 我相信他 根據我聽過的愛情故事 只要被劈腿過了 通常都會再被劈 真的嗎 對 希望不要 我也希望不要 可是會發生 謝謝 謝謝 所以 崇龍湯剛剛那個故事 是要怪在 手機 重複撥號這件事情上 如果是我的話 我一定會對著電話這樣子 他不是說我擺脫他了 我就 沒有 你沒有擺脫我 他就很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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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鍵盤鎖 一定要隨時鎖好 我覺得手機身 會出一些很糟的狀況啊 對 我有沒有跟你講過說 就有一個倒霉的人 被我抓去看金劇 然後咧 就看金劇的過程之後 他都一直裝作很樂在其中的樣子 然後等他走出了那個國家劇院之後 大概過了20分鐘 我收到一則簡訊 然後這簡訊上面就寫說 齁 我剛剛被蔡康宏少爺抓去看金劇 快把我累死了 真受不了 可是為了要得到他那個什麼 代言 只好被他看得可怕 就要傳錯了 傳錯傳給我 我就回傳說 我就要傳回 回傳說 好可怕 對 死掉 對啊 他就快愛也很尷尬 他就一直解釋 結果他得到那個代言了嗎 他得到啊 因為反正沒差 我只是不知道他那麼痛恨那個東西而已 我每次大罵 就是大罵別人之後 我就會一邊罵一邊突然驚覺說 鍵盤鎖有沒有鎖 所以剛才秋成那個故事的教訓就是 鍵盤鎖要鎖 鍵盤鎖要鎖 要先買 買那個剛愛情的東西 對 OK 好 人家說初戀總是難以忘懷 但是林曉筠的初戀故事 卻是一場揮之不去的夢魘 就我的初戀其實還滿不愉快的 就 前面半年剛在一起 他在追我的時候 就是還對我滿好 就是超級好 就是早晚接送啊 拍照啊什麼 一定等一定接送 可是半年過去之後 就開始瘋狂投資 瘋狂找不到人 然後我就 幾乎每逢過年過節生日 然後我都是一直在等他電話 然後他總是有很多很多的理由 就是忙什麼事情啊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卻最後都被我發現他跟別的女生或者是 就是 對就是故意躲我 然後我們在一起四年 蛤 這樣還能四年 就是我一直都會原諒啊 然後我記得就是我家人非常非常反對 然後我 我甚至於就是會 坐公車轉計程車 就為了躲我爸然後去找他 可是就 你迷戀他哪一點啊 我不知道欸 就說不上來 他生氣 他生氣會不會打你 沒有啦 可是他會摔東西就很暴力 蛤 而且會講很難聽很難聽的話 提分手的時候他有沒有大雅工 他會 就他因為這樣來我家鬧過好幾次 蛤 那你現在今天在節目上講完之後他會再來找你報仇 無所謂吧 好可怕 你有收過他禮物嗎 就只有他剛開始在追我的時候有送過我東西 之後報生日 包括我們剛在一起第一年生日到四年都沒有收過任何禮物 所以你現在男友也是這種激動派的嗎 現在 現在比較平靜了 現在這個也剛分手 蛤 可是兩個同心錯兩個完全不同個性 所以不是激動派是不是 對 那現在這個剛分手的話 你七夕不就要一個人過了 還好跟劇組過啊 所以 沒有 我沒有跟你過 沒有 所以現在這個 現在這個分手有分得很痛苦嗎 還好啦 就現在還是好朋友 頭老師 你可以接受四年當中男生都不送女方禮物嗎 不能 這還是男人嘛 摔東西呢 摔東西 怎麼可以摔東西呢 女人是拿來愛護的 對不對 怎麼可以對女孩子這樣 就算在身體也要忍住 所以你有跟你的女友說過走開這種話嗎 有 前面 走開 誰不會講啊 可是是大好說走開 不要煩我這種 不會 我會講 不要講 不要講喔 會怎樣 吵架啊 對 吵架的時候 因為我總覺得在吵架 在當時吵是很不 很不智慧 跟你發脾氣的時候是 是哪一位 有特別的原因的嗎 什麼原因都可以 比方說遲到 不可能遲到因為 他不跟我出門 所以都是我去他家找他 蛤 你怎麼那麼委屈 對啊 你條件這麼好 你為什麼 所以穿太 穿太low他會生氣嗎 可能短裙就會罵吧 比如說我拍照 然後化妝師真的是gay 不行 叫我現在馬上走 不可以拍 結果你真的走了嗎 叫你馬上走啊 就一定會大吵啊 就鬧得很難看 放棄那個工作 對啊 他說現場的男生 不管就是不行 我說可是他是gay 他說我不相信 不可能 那你不就當model 會變得 被傳出去很難搞嗎 因為你常常會走人啊 我剛開始的時候 有這樣子過 可是後來就沒有了 你跟他約出去的話 會發現他放著 你鳥的情況嗎 有時候比如說 他跟我說 就我 因為我也不太能在外面 裹煙的時候 然後我會騙好家人 然後跟他約好 所以我怎樣去住他家 然後他會跟我說好 可是他大概會忙到幾點 所以我就會在那邊 我有一次在松盛等到早上六點 從幾點到六點 就從下午等到凌晨六點 就是不接我電話 我就一個人在外面 別鬧了 你為什麼可以不再回家呢 因為我騙我家人說 我要工作 要去南部出外景 可是可以去姐妹家住一下啊 就那時候也太難過 我就沒想過要找任何人 那妳在松盛等他的時候 在幹嘛 一直吃啊 就一直在哭 一直哭啊 好可憐啊 那餐廳的人不會過來問妳 都發生什麼事嗎 這有點不太敢接近我 所以妳可以跟他頂嘴嗎 不太行 就妳也不敢是不是 他是做什麼的 沒有做事 所以如果有花到錢的話 是妳要付嗎 就偶爾我會 就是去他家的時候 就帶便當過去啊 問他想吃什麼 帶過去給他吃 他也不要 冷靜冷靜冷靜 冷靜 冷靜 這個人為什麼能夠相處四 對啊 他也不知道就分分合 可是他中間還交過很多女生 那妳為什麼 而且很多都我認識 所以他是很帥是不是 也沒有 他交到別的女生 會跟你講說 欸我又拔到一個妹嗎 他不會他就會消失 就不接妳電話換一個號碼 然後妳就吃虧的等他 然後我可能拍照什麼 就會聽說 哪一個模特兒就跟他在一起啊 那妳覺得他 之所以會這麼受歡迎的原因是什麼 很會騙人吧 一開始會先塑造自己是 超好 超好 他又哪一招把妳騙到什麼的 就真的是每天接送 而且就是我工作 他會車停的臉下坐在車上等 可是小玲 如果有人給妳看現場 他跟別的model 在交往的照片 妳會死心嗎 我看過啊 就是 他不接我電話 然後在外面遇到他 跟另外一個女生 親眼看到 對啊 你怎麼又原諒他的 他用哪一招 我不知道就一定會 他會哭嗎 哭著打自己說原諒我 就是說 是我不好 他就說 他很歇斯底 還蠻戲劇化的 比如說他會 就是採那個炎蒂 就赤腳採炎蒂 是不是 不好 是蛙人啊 應該蛙人才會做事情 真的有赤腳採炎蒂這招嗎 對 他就很狠嘛 到部隊 所以蛙人會這個 大家就傻意 我這麼壯 我怎麼這麼壯 哪裡學來赤腳採炎蒂 所以赤腳採炎蒂 那個有迷到妳嗎 沒有就嚇到 那個風格 所以 所以 他跟別的女生 在妳面前經過 妳當時要作何反應 就 裝沒事啊 為什麼不上去質問 因為他已經不理我了 我要上去幹嘛 所以妳現在已經練會了 怎麼辨認 就不要跟 借斯底的男人在一起嗎 我覺得那看不出來很難 所以下次也還是可能 撞見這種康 應該不會了吧 嗯 我覺得要請馬琴套來唱個班 就是 教大家如果分辨情緒很容易唱長 對不對 步驟一 點菜的時候 要想要點什麼菜 所以 童童為什麼女生會這麼好欺負啊 力量小 我沒有遇過這種女孩子 就你一胸她就走了 我稍微做不對 就被罵得跟豬頭一樣 很奇怪 可是你也敢叫人家走開啊 那是好玩的嘛 走開 那吵架當然是不要再吵了 當場吵就得了 所以蔡淑貞 妳有碰過這種女生嗎 就是真的這麼苦情的 我也當過苦情女嗎 有一種大吼的耶 摔東西 是假的 好 請來 蔡淑貞的下巴竟然脫臼了 到底是為什麼呢 她會吵架 然後她會 我記得那一次 我覺得下巴有一點那個 挺好脫臼 所以我現在有時候 發現會有點 你知道嗎 會打到她 對 男人心目中的甜姐兒 蔡淑貞 竟然也曾經歷過苦情女的歲月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來聽聽她怎麼說 就是很久了 是我第一個男朋友 然後 那時候我年紀還很小 大概才國中吧 然後我跟這個男生 大概交往三年 然後 我常常就是會 去她家裡住啊 然後幫她家裡 掃地啊 洗碗啊 煮東西啊 然後 照顧她的 爸爸媽媽 她跟我在一起的時候 曾經跟另外一個女生在一起 可是她跟她前女友就是 常常藕斷絲連 就我常住她家 所以我會知道說 她今天又去跟她以前的女朋友 碰面了這樣 然後我就會在家裡哭這樣 可是還是一直跟她在一起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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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常常會吵架啊 然後她會 她會動出 我也不是好惹的 所以我就會 就打起來這樣 有一次我們在路邊 就在我們家附近的那個小巷子啊 然後兩個人就 就真的打起來很像 很像就是 兩個男生在打架這樣 然後就打在地上 就都已經躺在那個草地上 這樣子 然後就看到路人走過去 然後路人就說 就說你們在幹什麼 然後就說 怎樣怎樣 不要再打了這樣 然後可是我們兩個同時的反應是 你不要管誰吃 就還把那個路人罵走 然後兩個人就繼續打 然後 我記得那一次 我就下巴有點那個 小小脫臼 所以我現在有時候 打哈欠會有點 老的海 你知道 太難了 對 然後 那個 沒有什麼明顯的外傷啊 就是有一點 她變得習慣性有點 會這樣嘎嘎一聲這樣 然後有一次 好像在她家的附近 然後她又想要打我 然後她爸就出現了 因為她爸 她爸是一個就是很有權威的爸爸 然後就對著她怒吼說 你再打她 我一把你打死 然後 她就再也沒有打過我 然後 然後我就覺得跟她在一起 後來我就覺得跟她在一起 不是很健康的感情 然後我就 試著想離開她這樣 然後她有企圖挽回 可是 就一切都過去了 那我覺得 嗯 嗯 我們兩個不是很適合在一起 嗯 對 然後她現在也結婚 應該有小孩了吧 天啊 好 淑貞請到我們這邊囉 我剛剛知道她是這種角色嗎 會變男友互貌 我覺得 看得出來 真的嗎 我以為你是你的角色耶 天啊 男生都敗倒在你裙下那種 我 嗯 其實我覺得我也是那種 屬於愚蠢的 也曾經愚蠢過啦 現在當然不會 可不可以小時候是那種 會跟男生打架的那種 所以你現在打哈欠 脫臼會怎麼辦 就要脫住什麼 沒有啊 就她不是脫臼 我就是會嘎嘎一聲 有時候你嘴巴張開大打她 她就啊 所以你會不會 就每次一嘎嘎就立刻有那種歐打的畫面 對 好髒喔 所以她是她打的是那種 呼巴掌的是不是 不是 拳頭 然後一出拳就往臉打是不是 對啊 可是我比她高一點 可是沒有用啊 女生還是打不過吧 但我不覺得 我覺得 你對婦的招式是說 借出他拳還是閃門 沒有 就猛歐她 正面挺像她 對 這會打到蠻臉血嗎 沒有啊 我覺得女生完全就是輸在力量小 就如果女生力氣跟男生一樣 大又會功夫的話就不用怕了 可是我覺得 不是 我覺得那倒還好 是輸在一個那種 好像犧牲奉獻是一件 應該的事情 很偉大的 你想要企圖改變這個男生的那種心態 OK 真的啊 就感動 談戀愛絕對不要去試圖改變她 對 對 真的很 除非你願意改變這個男生 那萬一你遇上這種咖怎麼辦 你遇上這種難搞的人 你說我遇到 不是啊 女生遇到怎麼辦 就離開她 可是離開她就要威脅揍你 報警 沒有用嘛 我總不能叫你來去混黑色混 但是真的男女直接在一起 我不要想 永遠不要想 哇 我跟她在一起 我會改變她成為我要的那樣 怎麼可能 我就會想要那種成就感 所以她不會為了你 然後不去夜店玩 或是跟朋友在一起 但等到我真正離開她之後 她就變了 她就真的是 她想要挽回這個感情 然後我去上班 她也跟著我去上班 她跟我去同一家公司上班 然後她的家人也就是來 還希望我可以回到她身邊 可是都 我覺得我那時候生活很好 就不要了 那妳跟她第一次互歐 難道沒有想說 夠了 我要善人嗎 那時候我年紀很小欸 我小時候就是一個 那男孩子氣很重的人 我當時不覺得自己受到虐待 還是什麼不覺得 所以你後來沒再遇到這種暴力分子 我當然不 推我一下 叫緊張 我當時可不可以把小汽車拿來 小汽車好看 小汽車這個是跟那個無關的 謝謝 這是什麼 這是我收到一個 我覺得很可愛的情人借禮 因為我那時候 很可愛 沒有賺很多錢 然後她也沒有什麼錢 然後她就說 她沒有錢買車給我 她就買了一個模型 然後自己烤上 她覺得我喜歡的顏色 女生你會喜歡這種顏色嗎 我跟她說我喜歡CAMO色 可是是淡的那種 這是 這顏色叫做 屎青白 就是 大便人金色 我覺得她那個顏色不會這麼可愛 對 我是喜歡那種 有點濕色那種 敞篷 敞篷 然後她已經就是 有點那個支離破碎 我今天早上把它拿出來 她輪子也掉了 然後 我說有點髒 擦一下然後雨刷掉了 車燈也脫落了 對 可是我印象很深刻 那妳有跟她在一起嗎 有那時候我們是情侶啊 所以看到這個也哭嗎 對 很感動 所以這保留了多久 嗯 幾年了 親愛的 我知道 妳很愛迷你 可是我現在還買不起 只好先做一台這個來過乾飲 希望妳喜歡 雖然不是很精密 可是我真的很用心 也很盡力去 OK 什麼後面不能講啊 所以這個是正常人 她沒有 她是我覺得 對我最好的一個男朋友 OK 再一起多久 兩年多吧 那分手的原因是第三者嗎 嗯 就 忘記了 愛情消失 她出國了 她出國念書 OK 好 所以 她的還比那個四年的好像好一點 好一點 至少妳有打到那個男的 對 不要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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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剩下的人當中呢 嗯 有要聽胖子的嗎 我要聽 要嗎 要聽胖子 等一下 胖子哥他真的很想講 OK 一段令陳薇漢 最難以忘懷的傷心往事 一段令陳薇漢最難以忘懷的傷心往事 兩分多重的是她跟那個男的在發生關係的聲音 不 因為她後來又跟我講復合 然後我就答應她 就是 那半年我就 到底是什麼悲慘的情傷 讓大家都忍不住落淚呢 好 好 好 剩下的人當中呢 嗯 接下來張立仁將為我們說出一段長達六年的單戀情事 有一女生我喜歡了大概六年的時間 可是這女生我們一直沒有交往 然後 可是一直都通電話 大概過了兩年後吧 打電話 然後有一天就說到那你要不要來找我玩 到我這邊來 他說好啊 然後我的一個好兄弟 他說 欸好啊你叫他來啊 做兄弟的我幫你出一半的機票錢 他來 還可以住 住在那個我好朋友家裡 我想說哇 不會是兄弟 對我真好 好那 那我們就這麼做吧 那那個女生到了 以後住在他家 然後隔一天 中午大概準備打電話約出去出去玩的時候 我大概十一點多打給他 那個男生接的 那男生家嘛 然後我說欸那那個女的來他醒了沒 他說不知道欸 然後我說都還在睡喔 他說大概吧 我說那你叫他停 喂 中間的空殼就那麼一點點 那就很明顯是在旁邊 好在躺在他旁邊 對然後我就 他就說 先停一下 我說你還在睡 他說嗯對阿 我就好那起來打電話 我就把他掛了 那 這個男的 我跟他其實真的也很好 因為我沒有家人 所以我把朋友當家人 不管是男的不管是女的都好 對 那這個男生 嗯 我現在偶爾會想他的不錯的地方 因為畢竟是兄弟 可是現在沒有聯絡 好 兩三年了吧 好想玩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張立仁 你這個一個大塊頭 竟然被好心地點 沒有 因為我 大歸大 可是 對大家這麼弱 我沒有說脆弱啦 我就先 我不跟人吵架 所以那個女生如果再出現 你會不會想再追她 不會 我今天才 算 你今天怎麼 今天才 傳簡訊給她嗎 沒有 今天有 講到電話了 所以她對你的 有希望嗎 沒有 就是因為我們真的是本來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 偶爾人聯絡是正常的 她有在耳機裡面嗎 沒有 她有在耳機 為什麼 為什麼 我本來才問她說你在聽什麼 她被她那個 她被她那個 沒有擺到也是應該 活該啊 因為你也背叛人家 沒有 沒有 可是跟這個男生 我們真的是很好的兄弟 然後跟這女生也很 就是你怎麼可以別鬧了 幹嘛鬧我這樣子 而且這不是女生 可是那個女生也沒有跟你在一起 沒有 可是大家就是我身邊的人 她知道她好愛她 都知道 都是很誇張 好朋友竟然跟她 這是認識了六年後的事情 所以這六年來 她一直都知道我喜歡她 反正你現在還有機會把她追到手嗎 對不對 我覺得沒有 但是我還是滿喜歡她的 我覺得還是沒有 為什麼沒有 加油啊 沒有 我覺得女生 我說真的 在座的大家 你把這個人當作是一個 哥哥或者是 或者是家人之後 你不會改觀 會啦 可以啦 對 還是會 真的嗎 可以啊 把她灌醉就好 我朋友少吃過 但是有吃過 你少喝 他可能要喝 學一聽我付 謝謝朋友 不要教你的爛招 好啦 教一人 謝謝 謝謝 好啦 謝謝 怎麼辦 全威海現在壓力很大 壓軸 你的精采 萬一不悲慘怎麼辦 因為剪掉 或是我們大家自己殺害就剪掉 不要這樣威脅人家了 全威海加油 有情 有情介入愛情 那種心痛的滋味 是每個人都不願意去嘗試的 現在陳薇翰將為我們訴說一段 慘遭背叛的愛情故事 因為這事情已經過很久 可是我還是沒有辦法忘記這事情 就是我在高中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女朋友 然後交往了一年半 然後剛好滿一年半的時候 那時候七月 七八月的時候 剛好是她的生日 也是剛好我們在一起一年半 也是情人節 就真的很巧 三個節日都在同一天 然後我就計畫很久 要幫她過這個節日這樣子 然後因為那時候高中的時候 假日我會 就是跟我一個男生好朋友 會一起去幫那個女生 買她喜歡的東西啊 或者是一起做 在我家做蛋糕 然後給她吃這樣 因為她很喜歡吃那種餅乾什麼的 然後這樣做 然後結果那時候 然後就在快要到一年半的那個 就情人節那個時候 她前一個月就開始對我很冷淡 因為她的理由是她到一個補習班去打工這樣子 然後結果後來到了一年半的當天 她跟我說她那天要考全民營檢 所以沒有辦法來陪我 然後我就一個人過 結果後來我就一個人在新門廳吃東西 然後我朋友就打來就說 其實她已經背著你跟你 就是會陪我一起做蛋糕 陪我聊心事那個好朋友 就是他們已經發生關係 然後已經背叛我半年了這樣子 然後因為那時候怕影響我的考試 所以其實我身邊的人都知道 可是沒有人敢跟我講這樣子 然後 然後 好 最不堪回首的情商即將公布 陳薇漢高中時期的甜蜜戀曲 最後卻變掉走位 當初的情人節恰好是女友生日 陳薇漢滿心期待與好友秘密規劃 預備給女友驚喜 沒想到卻意外得知女友早在半年前 就與他身邊的好友暗通還取 而他又是如何反應的呢 然後結果那時候 就在快要到一年半的那個 就情人節那個時候 他前一個月就開始對我很冷淡 因為他的理由是他到 一個補習班去打工這樣子 然後結果後來到了一年半的當天 他跟我說他那天要考全民營檢 所以沒有辦法來陪我 然後我就一個人過 結果後來我就一個人在新門廳吃東西 然後我朋友就打來就說 其實他已經背著你跟你 就是會陪我一起做蛋糕陪我聊心事 那個好朋友 就是他們已經發生關係 然後已經背叛我半年了這樣子 然後因為那時候怕影響我的考試 所以其實我身邊的人都知道 可是沒有人敢跟我講這樣子 然後當天我就一個人在新門廳 我就很難過 然後就是沒有辦法接受這個事實 然後我就傳簡訊跟他說 你們的事情我已經知道了 然後他也回傳給我 就說他跟我很對不起這樣子 然後當然可是那時候 感覺是真的很恨他 可是你離不開他那種感覺 然後後來一個禮拜之後 他自己打給我了 然後我就很高興 我以為他可能回心轉意什麼的 可是那通電話我不敢接 因為我自己還是很難過 然後那通電話我沒有接 沒有接之後就變語音流言 結果他也是跟他們不一樣 就跟他們一樣是不小心按到了 然後傳來兩分多鐘 就是他跟那個男的在發生關係的聲音 然後我就 我就聽了就 那時候就是有那種心計的感覺 就是整個你聽完整個手在抖 你完全不敢再回想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被你 被你這麼喜歡的一個人背叛 然後跟你最好的朋友背叛 然後我就覺得 很難過這樣 然後之後我就 把它有關於所有他的東西 我都把它刪掉 包括簡訊啊 照片還有信紙之類的 然後 然後只留了一個東西 今天那個製作單位有叫我帶來 就是 這個戒指 然後 因為我已經很不想去想這些事情 因為我覺得 還沒有從這個事情走出來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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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這個很誇張耶 這個很誇張耶 所以 你當時為什麼願意聽 你為什麼不敢要掛掉 不是因為你會 你會 你會在等看他是要不要跟你說什麼 你以為他是要打給你 所以你就在那邊聽他們 可是聽起來是很明確 還是說 一開始都沒有聲音啊 OK 你以為他可能是要跟你 等著要跟你講話 結果後來 才發現原來是那個 所以 你後來有讓他知道這件事嗎 你會 因為他後來又跟我講複合 然後我就答應他 可是 那半年我就 我就就是 你會很恨他 可是你離不開他 你每天就除了 要說服自己 還有愛他之外 你還要 就去忘記那件事情 所以你跟你那個朋友斷交了嗎 做蛋糕那個好朋友對不對 因為我沒有想到 我會被他背叛 你有去指責過他嗎 你也沒跟他點破喔 他知道我知道 所以 當時 當時你本來 以為他要 回來複合的那通電話 其實不是 因為我每天在家 我都沒有出門 我都沒有出門 我就在家看手機 看了一個禮拜 結果他真的打來了 可是沒有想到 他打來我不敢接嘛 因為我心情還沒有挑釋 結果 馬上就一個 留言這樣 是按錯了對不對 那 後來他有再複合是 為什麼他跟你那個好朋友 又分開了 我不清楚 他跟我說 他覺得自己很對不起我什麼的 所以這是多久以前的事嗎 差不多兩三年前 因為我那時候 然後我到現在 那種 之前跟他去過的地方 我都 不敢去 我一看到就 沒有想到那個事情 還有一些歌我也不敢聽 媽媽真的還滿精采的 好可憐喔 所以 他現在開始化妝是有原因的 你不要亂全字好不好 會 你眼淚會流出來 全字一個什麼東西啊 我跟你講 你在國光衣校全班裡面 會最紅 因為故事最慘 就是大家會最 給你最多票 那我不是要被淘汰了 你不慘喔 你只是對著飛機鬼和鬼叫而已 很爛喔 因為大家都很屌 趕快再去談一個悲慘的亮相 不需要 不用了 信了 可以了 好 那 我們最後讓國光衣校的明星 跟蔡淑珍小姐給她一個擁抱喔 好 來 安慰 安慰 你們來下班 我很樂意 謝謝 好 希望你們國光衣校成功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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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